吃午的法在饮食方面应当怎样照顾才如法 吃午是过午不吃 那么他对他的饮食照顾也是平常 只是时间呢 把它控制在十一点半 决定不超过十一点半 他就达到了 在从前讲破斋 如果超过十二点的时候 他就破斋了 也就是时间上照顾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过去看看 它的愿心лад 那就是颜色的